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二回 洪福寺他对徒弟道 师父喝 长文人言 七天路远 更多虎报妖魔 只怕有据无回 难保生命 然而拿人家的手段 吃人家的嘴软 这时候唐僧是受了皇帝的赤锋 接了观音的一宝袈裟 九七还账 没得选择了 他这么回答的 第十二回 唐僧 我这一去 定要捐去努力 直指西天 如不到西天 不得真经 即死也不敢回国 永若沉沦地狱 又对众徒弟说 但看那山门里松之头向东 我急回来 不然 断不回忆 誓死如归的精神 还是很可嘉的吗 可以说 这长安城想再回去 已经是遥遥如期了 那么唐僧的红世是权宜之词 还是真心实愿 看看他出城之后的事迹 西行法门 四挂丹 第十三回 众僧有的说水远山高 有的说路多虎报 有的说峻岭斗崖难度 有的说独魔艳怪难讲 跟前面的红服寺相比 少了四个字 长文人言 法门四众僧对西天取经的山高水显形容得更加会声会色的 这时候山高皇帝远 已经没有受人恩惠的压力在身上了 看看唐僧的表现 第十三回 三藏浅口不言 但以手指自信 点头几度 意思就是不用再说了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三藏达约 心省 种种魔省 心灭 种种魔灭 这一句 定要导西天 见佛求精 使我们法轮回转 愿圣主皇徒永固 显然唐僧已经从当初的别武选择 升华为天道酬勤 坚信自己心成则灵 可以用意念战胜一切 于是众僧人忍称险 各个宣扬 都叫一声忠心斥胆大产法师 可见不管当初答应唐太宗时是多么被动 但此时此刻对于自己的信念唐僧还是非常坚定的 但是这一份信 燕之称他走过多少路程 西游取经出行后 第一男就是献虎学金星度的 主讲人物是太白金星 这个人物每次出场比莫不多 但是代表性极强 西天取经路上一共四次出手相助 到三次出手时 我再专门写一篇总结一下太白金星存在的意义 虎学化险 威仪之后 就是双叉领薄钦刑刑了 设两个小结是西天取经路上再简单不过的关卡 虽然唐僧被吓得三魂不见七魄 但是总体过关情况可以说是波澜不惊 而其中蕴残的奥义却深得很 也沉得很 金星解恶之后 原著第十三回 唐僧牵了马匹上了双叉领 独自个姑姑欺欺 往前苦尽 只见前面有两只猛虎咆哮 后边有几条长舌盘绕 真个有万分七处 以自愤必死 原著第十三回 不止写转折 却处处峰回路转 暗藏深意 最后到处造化弄人 出家人是不吃婚的 原著第十三回 唐僧三藏和长当兄道 善哉 贫僧部门太保 说 自出娘太 就做和尚 更不晓得吃婚 不吃婚就是以实际行动 制止众生猎杀 感化众生 宋佛念经亦是教化众生 契恶从善 而在命玄一线的锦妙关头时 却又不得不做看刘伯钦捕蛇抓虎猎杀生灵 最后还要以他护送 对他感恩戴德 接着三藏满心欢喜 谢了伯钦 牵马随行 恰老母刘唐僧给王夫做祭 却因唐僧饭前的接摘之咒 给伯钦留下念短头经的印象 原著第十三回 伯钦道 你是个念短头经的和尚 你们出家人 偏有许多计较 吃饭愿也念诵念诵 然而偏偏又是这个不太信任的过路和尚 让他的王夫超生了 原著第十三回 却说那拨起了父亲之灵 超见得托沉沦 鬼魂而早来到东家宅内 托一梦与河宅掌又道 我在因私利苦难难托 日久不得超生 金兴得圣僧 念了经卷 消了我的罪业 阎王柴人送我上中花腹地长者 人家脱生去了 你们可好生谢 宋长老 不要怠慢 不要怠慢 我去也 如果没有唐僧 博钦之父能正常投胎吗 不能的 他自己说了 在阴间日久不得超生 从博钦的身上 我们很容易看到他父亲必然也是百兽杀手 正是这样双手沾满淋淋的鲜血 才会死后不得超生 那么回头看看 缠绕在唐太宗身后的那些冤魂 原著第九回 尽是枉死的冤叶 无收无管 不得超生 而唐僧居然做到了 他让博钦之父得以超生了 唐僧取了真经了吧 他刚出长安城 哪来的真经 所有的经书都是长安城背出来的 人生就是这样一段接一段的无奈 作者为了引出主题 可谓是煞费心机 原著第九回 菩萨道 你这小成叫法 度不得王者超生 我有大成佛法三道 能超王者升天 能度男人脱苦 万人敬仰的观音菩萨居然是这样的 太让人触目惊心了 才出长安城就发现一个天大的骗局 然而覆水难收 忠心 是胆大产法师的称号 已经想遍长安城内外 现在回去跟唐太宗说 陆遇毒蛇猛虎 死了两个仆从 说小成佛法可以超度王魂 你说 唐太宗信 你还是性观音 不在了你才怪 信念已经迷失 后退是性命难保身败名裂 前行是十八万千里无头之路 造化如此弄人 想起上半截虎学几个 太白金星留下的简铁 无乃西天太白星 特莱达九入生灵 前行自有神徒主 莫为艰难抱怨经 观音菩萨都靠不住了 太白金星的字条 又能给唐僧一路西行带来多少信念呢 虚虚实实 人世间多少善恶扑朔迷离 抓住身边的稻草 才有存活下去的希望吧 第十三回 三藏听闻伯钦欲回 昆安下马道 千万赶劳太宝再送一程 伯钦表示不得不回时 三藏心经 轮开手 千一之魅 滴泪难分 此时唐僧心中还看得清善恶是非吗